蕭黃旗老師跟羅斯風玩快打旋逢你看過嗎 決鬥打 喔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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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我不相信我會嗅你 絕對打到你媽媽都不認識你 失敗全殺啦 老師贏啦 老師一滴血都沒有了 孤戰你被秒殺啦 老師在右邊啦 老師往前拉 老師動手 喔老師打 老師在左邊 老師你現在左邊 老師你現在往右 老師你要往右 對老師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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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老師再一次 老師再一次 我們要贏了 三拳 老師 等一下 老師再左邊 老師 打左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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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是就是剛好有一次去香港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住到一個飯店 然後我通常都是一個人住在飯店裡面 晚上兩三點的時候 就有人在按電鈴 叮咚叮咚 對然後我就想說看是誰按電鈴 結果我就把門打開 我就誰 就沒有人回我這樣 然後我想說奇怪 是不是有人故意要捉弄我這樣子 過沒有多久 那個電鈴又叮咚叮咚 我就想說到底是誰啊這麼無聊 我就把門打開 你就只能聽到一個 然後呢 好 又沒有人回覆我 我開始矛起來了 趕快打電話給其他房間的助理啊 一些聲音說 半夜 半夜我就說 我跟妳換個房間 蕭黃旗老師跟羅斯風玩快打旋風 你看過嗎 老師贏了就可以吃和牛 Yeah 老師先來右邊 蕭老師選的是會續定攻擊的布蘭塔 羅斯風選擇的是 波動拳 龍 龍很快的 老師你出個手 老師你的手 來 出個手 喔 再出個腳 出個腳 好 鼓掌你出個手 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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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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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2 我在右邊啊 左邊 老師在右邊啊 老師往前啊 老師動手 喔 老師打了 老師在左邊 老師你現在左邊 老師你現在要往右 老師你要往右 對 老師要 老師打來了 老師在一拳 老師在一拳 在一拳老師 我跟你講 我蹲下 老師在左邊 老師 老師他在左邊 老師給他自命的一擊 打左邊 耶 OK 你輸了 哇 老師贏了 乾拜下風 這樣會不會網友會不會罵 跟你一起玩 我跟你講 從小就玩電動 就是因為打電動 眼睛才看不見 而且你看 老師剛剛在玩 他不是亂出招喔 因為出手跟出腳 那個音效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嗎 對啊 你是有聽那個音效 有啊 其實這個音效沒有比大台的 大台的那個音效還比較好 老師意思是要買大台的 我們送這個太小了 沒有沒有 這個就很棒了 對 沒有啊 我拿回去換啊 喔 可以啊 沒有啦 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 跟老師的窗口 大概聊一下 就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 想要特別的禮物 他說老師最近是有想要買那個街機啊 然後我們就聊一下 就說 老師其實在15歲 最後還看得到的時候 玩的遊戲 是這個遊戲 所以你看到現在還是很喜歡玩 有時候工作室那邊有Switch啊 然後我就會玩那個 那個打網球 或者打乒乓球這樣子 聽聲音打 對 聽聲音打 因為它那個聲音都會有一個規則 譬如說你打到球的時候 它會有 呼 對不對 你打過去的時候 它掉到地上的時候 它有一個 的聲音 掉到地上的時候 天啊 你看 老師他的生活其實很精彩 對啊 但是老師沒有講 我不知道 他還會玩Switch 對啊 有時候就是紓壓 就覺得很好玩這樣 老師想要問一下 因為其實有很多支持你的粉絲 對 你認得粉絲嗎 這是玩不成功的 有的會認得 因為有從2002年 支持我的粉絲到現在 他一講話 深夜你就會這樣 因為有時候有的是從 FB啊上面 歌迷會留言 那有時候我也會親自去回覆留言 那其實就會知道說 演唱會誰會來 然後 會打招呼之類的 對 那留言 就是你旁邊小編會跟你講 沒有沒有 我自己用手機都可以看留言 其實現在很方便 老師都會看 對 怎麼看 iPhone的手機上面啊 它有為了盲人 為了龍人所設計的 盲人它就會有一個 VoiceOver的一個內建 你把它打開的時候 它就會唸出 所有視窗的東西 這樣 文字 你知道這個對不對 總有一天你會知道 OK 是你 白顧照你看 老師你有講 我們根本不知道 這 對啊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對 所以其實現在盲人朋友很方便 甚至玩股票 匯款 其實都可以在手機上面直接操作 都可以完成 老師今天很多那種地獄問題 我還是會稍微轉化柔軟一點 沒關係 不用柔軟 這個是很正常 好 那我就不修飾了 不用修飾 他說 老師一天大王開自己玩笑 老師發現自己看不見的時候 還會笑嗎 當時的情形是怎麼樣 當時 國中三年級到高一這一段時間 很喜歡打籃球 對 然後後來就是在籃球場上 那個球本來是一個圓圓的 它慢慢的變成一個小點 然後 慢慢的慢慢的那個視力就慢慢不見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很慌張的 就 就在短時間 對 在短時間內我也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那個過程非常痛苦的 就是說可能 你要花幾年的時間去慢慢的重建自己的內心 那也許你得到了一些自信心的時候 你就不會這麼的害怕 你就會慢慢的換另外一種心態 就是你看不見了 你要用看不見的生活去面對你接下來人生的每一步 就會習慣 啊 懂 其實老師 不知道他任何問題他都有辦法 一一回答 對 我覺得他是怎麼樣 他把他眼睛的能量 都已經放到他的喉嚨跟心裡了 你急不倒他耶 你急不倒他耶 哦 除非你大力一拳 大力一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赤你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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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給我們的這些能量 好 再來他們說老師平常是怎麼穿搭的 老師都穿得很帥 這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平常是這樣 就是如果說工作會有造型師去處理 工作上面的衣服 那平常我自己的衣服 我就是牛仔褲T恤會比較多一點這樣子 配色的部分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有時候就是我在買衣服的時候 我會先問好這個顏色好不好搭 是不是藍色 對 是不是藍色 我如果是店員我都說對這是藍色 結果回來衣櫥一打開都黑了 你都買單啊 老師然後有網友問啊 老師你家的電費是不是很省 你回家都不開燈 可是我開冷氣啊 好開冷氣 對我常常就是很多朋友都很善良 譬如說帶我去廁所的時候 他都會忘記我看不見 然後他就幫我開燈 然後我就會跟他講說 欸不用開燈 我不需要燈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那你尿尿你對得到馬桶嗎 對得到啊 但要看方不方便 如果去別人家 我盡量不會去弄髒別人家的馬桶 對還是會有一個角度啦 我覺得就是 一個角度 對有一個角度 你有過人之處 所以就直接可以 哈哈哈哈 好然後老師有網友說 因為老師看不到表 你是不是跟人家約常常遲到 哈哈哈哈 這網友問的啦 我們盲人也有盲人的手錶 他是點字錶 然後他可以摸出分針時針這樣子 但現在不用擔心 手機上面就會告訴你時間 哦 我只要 嘿 Siri 現在幾點 他就會告訴你了 那你現在可以說 嘿 羅斯風現在幾點 現在 離我遠一點 哈哈哈哈哈哈 好 然後有網友問啊 有些人會怕鬼 老師看不到我們怕鬼 怕鬼其實就是 像我之前有看過一個電影叫 見鬼 就有一個小朋友可能就死掉了 然後他常常會在家裡的樓梯間 這樣飄來飄去 然後他就會講一句台詞 姐姐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成績單 然後看完那一部的時候 我回到家裡面 我在樓梯間的時候就會很擔心 姐姐 哎呀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成績單 就會想像那個 哦 就想像 那個聲音如果在你的耳朵旁邊 啊 我 我剛剛就是這樣想問你 你有沒有 曾經就是譬如說 好像感覺有人在你旁邊跟你講話 但是是你一個人在家 但是是你一個人在家 有一個人在家 你們不要這樣 我等一下 我是就是剛好有一次去香港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住在一個飯店 然後我通常都是一個人住在飯店裡面 晚上兩三點的時候啊 又有人在按電鈴 叮咚叮咚 對然後我就想說看是誰按電鈴 結果我就把門打開 我就誰 啊就沒有人回我 這樣 我想說奇怪 是不是有人故意要捉弄我 這樣子 過沒有多久 那個電鈴又叮咚叮咚 我就想說 到底是誰啊 這麼無聊 我會把門打開 你就只能聽到一個 然後呢 好 又沒有人回覆我 我開始毛起來 趕快打電話給其他房間的助理啊 一些聲音說 半夜 半夜我就說 我跟妳換個房間 後來我就跟那個常常合作的攝影師換房間 結果換房間以後 電鈴還是會響 結果也是沒有 沒有人 後來他就打電話 他自己可能也毛了 這樣子 毛起來 再跟別人換房間 他就 他就打電話去櫃檯 他櫃檯就去檢查 結果是那個面板有問題 不是有一個人站在面板前面說 你有看到我的成績單嗎 沒有我覺得網友會問這個應該說 一般人看得到都已經很怕遇到鬼 還是怎麼樣 跟得光是老師 但你看 老師他如果真的遇到毛寶師 他也是打電話 他叫 也是會怕啦 打電話幹嘛 換房間